彼得可悲地跌倒 读经 马可福音十四章 六十六至到七十二节 彼得在下边远子里 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侍女 见彼得烤火 就看着他 说 你素来也是同拿撒纳日耶稣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 又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出来 到了前远 鸡就叫了 那是女汉见他 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档的 彼得又不承认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 又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档的 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彼得就发奏起誓地说 我不认得你门说的这个人 立时鸡叫了第二片 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 鸡叫两片二仙 你要三次不认我 思想起来就哭了 马可福音其实可以算是彼得的福音 因为马可是根据彼得口述耶稣的生平 信息和神迹 然后彼得下来的 马可能够详细技术彼得在大祭司原子里面不认基督的这件事 彼得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马太和路加的技术和马可相类似 约翰就技术得最少 或者约翰不想对他的老朋友作太多负面的技术 彼得为什么会跌倒呢 问题之一就是过于自信 你还记得他在楼房上面的夸口吗 第十四章二十九节 众人虽然跌倒 我总不能 朱日嫂立即警告他 但他就是坚持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多么豪迈 但是过了没多久 他就重重的跌倒了 类似的经历 我们起来都有过吗 对于某些工作或者责任 我们只为升任有余 就是最终一败土地 不过主他是满有恩典 仍是赦免我们 我们也亲身经历过 在复活的那个末路的星期一 耶稣还记挂着彼得 他吩咐守着坟墓的天使 说给父女子去通知门徒 他已经复活了 而且特别要通知彼得 这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的记载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 说他在你们已先往家里离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我们不知道彼得和福音主会面的细节 我们只能够想象 你能不能够想象到彼得流泪 跪在耶稣跟着 求他卸面的情景吗 你能不能够听见基督对他说 起来啦 彼得 我卸面你啦 我们岂不是也听见主卸面我们的话吗 多少次我们犯罪跌倒 只要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 他必然的卸面我们 我们就与主恢复美好的相交 多么奇妙的救助啊 我们今天要奴记的经文是 若看一书 一章 九折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意